赵匡胤是一个在政治上比较清醒 而且颇有座位的皇帝 他力情节俭 力戒奢侈 同时严惩贪官污吏 在力畅节俭 严惩贪污的同时 赵匡胤却对一类人 采取了与此截然不同的作法 不仅不追究这些人的经济问题 而且还纵容姑息他们 那么这一类人是什么人呢 太族为什么要对他们如此宽容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三十八集 双面交皇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五代十国的战乱中走出来 赵鸿印深知五代时期帝王的奢靡和官吏的贪腐 为了建立一个长久的王朝 赵鸿印提倡简朴的生活 便在衣食住行诸多方面都力行节俭 率先存贩 为大宋王朝的各级官吏 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与此同时 他对大宋官吏的贪污腐败和违法乱纪 也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手段 这对大宋的政治邓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对于一类人 赵鸿印却法外凯恩 不仅给他们特权 而且纵容他们 甚至姑息他们的不法行为 这就与太子的邓经历志 形成了坚明的对比 那么这些是什么人呢 赵鸿印为什么对他们如此纵容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简末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三十八集 双面交皇帝 这些人就是在大宋的北部 跟西部驻守的边地的将帅 我们简称为边将 因为在北方是防备齐丹 另外在西北方向防的是北汉 防备北边跟西北边 一共有多少将领 十四个边将 十四位边将 赵鸿印对这十四个人 是极其宽松 给了他们四大特权 第一项 叫地方收入全部截留权 赵鸿印加强中央集权有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地方财政收入 就地方财政收入 一律要收归中央 但是这十四位在边地 镇守的边将 允许他们 把地方的财政和税收 全部归全部归自己所有 只允许这十四名将领 截留全部地方财政 不上交中央 第二 自由财政 在大宋王朝的国内 赵鸿印是明令禁止官员经商 你要做官 你不能经商 你要经商 你不能做官 管给商 你只能占一边 这十四个边将 可以一边做官 一边经商 因为他们都是和 当时中国国内的一些 这个格局政权 打交道 所以边境贸易 很频繁 赵鸿印不但允许他们 从事边境贸易 而且不收税 所有贸易的收入 一律归你们自己所有 所以这边讲得很富 这是第二个特权 第三 长期驻守权 赵鸿印在掌权以后 当了皇帝以后 他可知道 能够武将太厉害 我们前面讲过 赵鸿印说 一百个文官的贪官 抵不上一个武将的危害大 所以他对武将防范很严 所以他制定了一个法令 叫更疏法 什么叫更疏法 一个将领 带一支军队 三年就得农坏 三年一换 不允许一个将领 长期在一个地方驻守 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但是 唯独这十四个边将 允许长期驻守 比如说 驻守三官的李汉超 在那个地方 一共驻守了多少年呢 十七年 赵鸿印在位多少年呢 十七年 李汉超驻守边疆 十七年 第四 便宜从事权 什么叫便宜从事 所谓便宜从事就是说 你可以不请示 不用向中央报告 遇到事 你自己可以当机立断 你自己处理 这叫便宜从事权 这个权力是非常之大的一个权力 当时宋代官员的将领的作战 要上报中央 经过中央提论以后 你才能按照 这个制定的方针去打仗 但是这十四位边疆 他们有一个便宜从事权 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所以 这等于说 给了这十四个边疆 四大特权 这就导致出现一种现象 你想想这些人 什么人呢 武将 权力有多大呢 无边无厌 有没有监督呢 几乎没有 武人 没有监督 长期住在一个地方 又给了他们那么多权力 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违法乱纪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谈栏 赵狂印赋予边疆斯纳特权 这样 在边境将帅的长期经营之下 边疆驻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因为朝廷赋予他们的权力足够大 所以 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又在所难免 对于镇边大将的违禁 赵狂印又该如何处理 我举几个人 三个将领 大家听听赵狂印怎么来出事 我们先介绍第一位大将 李汉超 李汉超是镇守关南的大将 在关南镇守了17年 这个关南位置在哪呢 北京的南边 河北的中部 给他多少军队啊 只给了李汉超 三千军队 叫他带领三千军队 防备什么呢 防备就是当时的幽州 就今天北京的 齐丹的辽兵南下 辽国的骑兵是相当厉害的 李汉超 李汉超只在三千军队 驻守17年 所以这个任务极其艰巨 非常艰巨 李汉超长期驻守 权力很大 出事了 搞得最后 当地的老百姓跑到京城区告 告李汉超 告李汉超什么来 两条 第一 借钱不还 这明摆的是书里的事 有借有还 借钱不还 第二 抢夺民女 这些老百姓就告过去了 有一个老百姓 他闺女被抢了 他就跑到京城告狱状去了 那你想想 赵荒映肯定要处理 赵荒映对这个抢夺民女这件事情 是最痛恨的 我们讲两件事 可以看得出来 赵荒映如何处理这个抢夺民女 第一件事 北宋有一个大臣 叫王继勋 这个大臣 是王皇后的弟弟 皇后的弟弟 有一年 招了一批禁军 赵荒映就交给王继勋 去带领 这批新兵 大部分是未婚的青年男子 所以赵荒映说 这帮人没有结婚 禁军 如果他们结婚的话 可以允许 但是婚事 要办得简单一点 结果的王继勋 是脑子进水了 也不是脑子短路了 把皇上的意思给误读了 他觉得皇上的意思是 让这批禁军赶快结婚 赵荒映的意思就是 这些人可以结婚 但是婚事要办得简单一点 这个王继勋就下令 说你们可以在京城 看中谁 你们就弄过来就行了 那懂于什么 等于是在京城 纵兵抢劫 这一家伙 一下子抢了好多民女 那当兵的 你要是允许他 拿着枪 在首都 看见哪个美女长得漂亮 用枪逼着就抢回去 那真是能抢走人 果然 一下子抢了一百多 高上去了 赵荒映一生气 赵荒映得到信息以后 史书记载两个字 大怒 大怒 大怒以后 把那一百多个抢民女的士兵 全部出四 凡是抢夺民女的全部出四 王继勋怎么办 王继勋幸亏有一个姐姐 是皇后 所以他没有被绷 没有被毙了 算是保了一条命 这可见 赵荒映对抢夺民女这件事情 他是处置极严的 这件事涉及到皇后的弟弟 第二件事更厉害 涉及到他的弟弟 赵荒映的弟弟是谁 赵光义 宋太宗 宋太宗做什么官 开封市的市长 然后他就看中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是青州人 他爹带着她十几岁 带着这个小姑娘来 到京城来做个小生意 不知道怎么告的 就要赵光义看中了 赵光义说 我拿钱买 买你的女儿为妾 但这个老板的 小老板的不卖 你拿钱我不卖 你市长也不行 我就是不卖 结果赵光义手下 有一个官员 这个人姓安 安全的安 叫安席 这家伙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把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截至南亚 南亚就是赵光义的 这个办公地点 一下把这小姑娘给截走了 结果人家爹不愿意 他告状了 一告状 赵光义知道是 他弟弟手下的人干的 下令抓捕这个安席 全程通缉抓捕 结果这个安席 他两口吓得 皇上都要通缉他 他往哪躲 躲到皇上 他弟弟的家里了 躲到赵光义的家里了 一躲 躲了多少年都不敢出来 等到赵光义死了 赵光义当了皇帝了 他两口才敢走出赵光义的家 如果不是赵光义罩着他 这个安席也要被杀 所以你知道赵光义对这个抢夺民女 这个事他是处置极言的 结果这个李汉潮不是抢了 人家的姑娘吗 人家爹去告状了 赵光义怎么办 把人家的爹请到皇宫中来 好吃好喝 好酒好肉 招待 招待完了 赵光义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 说李汉潮镇守关南以后 齐丹的军队还有没有到关南来抢劫 老百姓说没有 说李将军来过以后 齐丹的骑兵一次都没有 敢到关南来 张文义说好 第二问 说当年我派的其他的将领去驻守 都挡不住齐丹的军队 齐丹的军队经常来抢 抢财物 抢人 他说那个时候你们家受损失了没有 他说我们家肯定受损失了 那么我其实要问你的就是 现在齐丹的军队不来抢了 我手下的李汉潮在那住手 他抢了你的女儿 那么李汉潮抢的 给齐丹的军队抢的 哪个抢的让你们家损失多 这老头就打了 那当然是齐丹的军队一抢 我们损失大了 张文义说好 我再问你第三个问题 你家几个女儿 老头说我好几个 说你女儿都嫁给谁了 都嫁给当地的种地了 就嫁给当地的那些村夫了 实际上就是嫁给那个农村的 他说你想想 你家好几个闺女 那其他的闺女都嫁给那个 嫁了一个农民 你看李汉潮是我手下的一个爱将 一个贵臣 他看中了你女儿 他一定不会亏待她 你想想 你的女儿是嫁给一个农民好了 还是嫁给一个我手下的一个 我重用的官员好了 这老头一听 这个皇上说的话有道理 这老头本来是满腹委屈而来 最后走的时候 人家是怎么走的呢 史书上写了四个字 叫赶月 受了感动 高高兴兴地走 先把老头告状地给打发了 转过脸来 赵皇印就马上烧话给李汉潮 你缺钱你得不找我要 你找老百姓借什么钱 借人的钱还不还 你缺多少 赵皇印一次赏了他一大笔钱 钱赏过以后告诉他 按照你借钱那个条 该还谁家的 全部给我还的 还的让老百姓都感谢你 结果李汉潮知道 借钱不还 抢夺民女 皇上都知道 没处罚 所以这样一来 和李汉潮最后是怎么样来 汉潮赶齐 誓死一报 非常受感动 一定要拿自己的命 来捍卫大宋王朝 这是处理李汉潮的事 要是内地的官员只要一被举报 那马上立案审查 审查完了 要么是流放 要么是障碧 要么是赐字 要么是弃势 那就要杀头的 边关将领 你看看 赵黄映这样处理的 过了几年 当地的老百姓 又跑过来说 说李汉潮在我们那真好 我们要求给李汉潮立个碑 赵黄映说 好 你们要立碑 我立即答应 我找人给你写 找了南唐 投降大宋的一个大才子 叫徐炫 专门给李汉潮写了个碑文 刻到那了 这个碑文一直保存到 今天都存在着 这是处理的第一个 边关将领李汉潮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谈栏目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 很早就开始了 医案的记录 中医学博士罗大中先生 将为观众朋友们揭示出 古老的中医医案中 所记录的 那一张张玄乎记事的 陌生面孔 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 神奇秘法 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 真实传奇 敬请收看系列节目 大国医 第二个 郭进 李汉潮的毛病是 爱财贪色 郭进的毛病是 爱杀人 古书叫什么呢 试杀 每一次赵黄印 调进军去补充 郭进的军队的时候 赵黄印都给他们 千叮咛万嘱咐 说这么几句话 汝被当锦奉法 我由射入国进杀 你们到那儿去 你们可记住 你们那个领导最喜欢杀人 我不杀你们 他会杀你们 果然 有一次赵黄印在京城的进军中间 千挑万选 选了三十个最好的进军 派给郭进 结果给北汉打仗 这三十个进军打仗的时候 竟然 有相当一些人 带头逃窜 郭进一怒之下 一下子杀了十几个 这就是挑选的特种兵啊 到那被郭进一下子杀了十几个 杀完 报上来了 赵黄印正在京城 检阅进军 结果的话 赵黄印非常生气 那么检阅的都是进军 杀的就是进军中间 千挑万选的人 所以赵黄印 当着这些 正在受检阅的进军的面说 我们派给这三十个人 是一千个人中间 还几乎挑不出了一个 他一次过杀十几个 我绝不扰他 看这个话 赵黄印是要对郭进下手了 转过脸 赵黄印派了个宦官 去见郭进 给郭进说了这么几句话 士气素未亲近 标局托柄令 路之事 说这给你派下这三十个人 仰仗着他们是 侍卫亲军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你该杀情杀了 结果 郭进杀了这么十几个进军 皇上丝毫没有惩罚 让整个郭进手下的 整个士兵 全部感到震惊 吓死了 都知道这家伙 逮着谁杀谁 以后郭进再下令 没有一个敢临阵脱逃的 所以郭进 在那个西山 铸首了 二十年 一直阻挡了北汉 对大宋的侵扰 这还不算 还有两件事 可以看出来 赵皇印是如何 优待这些兵将的 第二件事 叫盖豪宅 郭进本来是在西山 就今天的山西那个地方 防备北汉的军队的 结果赵皇印下令 在京城给郭进 盖一个非常豪华的房子 这个房子要达到什么级别了 要达到像自己的儿子 和女儿那个级别 那样的豪宅 所以很多大臣不愿意 说这为治不合法 赵皇印恼火了 他说郭进驻守西边 防备北汉十几年 让我没有丝毫的北顾之忧 我对他们 我对郭进 看得和我的女儿 给儿子一样重要 你们什么意见也不要提 赶快抓紧时间 给他盖房子 给郭进盖豪宅 给京城盖豪宅 第三件事 郭进手下有一个士兵 有一个地级军官 跑到京城开封 检举揭发郭进 违法乱纪 那要是一般的官员 有人告 一定要出查了 出罚的 你看赵皇印 怎么来处理这个告状的事 结果赵皇印 二话不说 也没有查 也没有审 就给这个告状的军官 带了一个罪名 叫乌尚 什么叫乌尚 欺骗皇上 赵皇印什么也不调查 就说 这个家伙是在郭进手下犯了罪 郭进要处罚他 他保着京城来 告这种欲状的 送回去 让郭进处理 你想想 来皇上这儿 告郭进的状 皇上把他送回去 叫郭进处理 你想这个人 是个什么结局 一般来说的人 必死无疑 郭进后来见到的人说 你小子行 你有种 你有胆 你敢跑到京城开封 敢在皇上那儿告我的状 你够有胆的 现在有个事 北汉刚好来入侵 我给你军队 你去抵抗 你不是有胆吗 勇敢吗 把这仗打下来 如果把北汉打退了 我向皇上为你请功 受奖 如果打败了 甭回来见我了 你投降北汉走 这个告状的军校 本来想到他 这一状没告想 回到郭进手下 那是必死无疑 他没想到郭进 给他这么个机会 果然的这仗 打得非常勇敢 打胜了 然后郭进 上报给皇上 皇上也知道这件事 立即嘉奖 提拔 这是第二个将领 郭进 第三个将领 董宗悔 当年 赵匡印 曾经投奔 曾经投奔 董宗悔的父亲 到董宗悔的父亲那去 想谋个职 结果董宗悔的父亲 倒是收留了他了 但董宗悔一个人 仗着自己的武艺高强 年少气盛 经常欺辱人家 赵皇印 所以赵皇印最后 受不了董宗悔的气 赵皇印走了 这是当年的事 等赵皇印当上皇上了 赵皇印把董宗悔叫过来了 董宗悔知道 当年赵皇印 就是被他欺辱的 没有办法 才离开自己父亲的大营的 现在人家十几年 过去人家当皇上了 那赵国去 那肯定是死罪了 所以这个董宗悔来到以后 对着赵皇印就扣同 希望赵皇印能宽恕他 赵皇印手一挥 事都过了 我都忘了 甭提这个事了 这叫什么 这叫不念旧恶 第二 不查违法 董宗悔有很多违法的事 也被人告 赵皇印不追查 第三 母子团圆 董宗悔的母亲流落在北方 赵皇印花重金 收买北方边地的边民 硬是把董宗悔的母亲找到 然后送回来 让董宗悔母子团聚 办了三件事 不念旧恶 不查违法 母子团聚 三件事 让董宗悔感动得眼泪刷刷的 非常受感动 然后董宗悔献给赵皇印一匹马 这叫献马是献 赵皇印就把自己身上穿的龙袍脱下来 赏给董宗悔 当时很多人就反对 说龙袍可不是一般人能穿的 赵皇印说 我不但让他穿 我还要重用他 怎么重用他呢 让他担任通远军使 驻守环州 就今天甘肃的环县 在那一驻 驻守十四年 保卫的那个边疆 使大宋与西夏边境 始终处在无战事的状况 赵皇印在处理边疆的问题上 基本采取的都是两手战略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两者都坚固 这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所以说 宋太祖赵皇印 是个典型的双面交换地 历史上 宋太祖赵皇印重视法制建设 严惩贪污 邓卿立志 历来被后人称谓 但是 从前面王立军老师 所讲的几个势力对比中 我们可以看到 赵皇印对此并不是一视同仁 对内地的一些官吏的 违法乱纪贪污腐败 他的执法力度很大 而对边帅 不仅妥善安置 后代他们的在京的家属 而且还给予边将 种种经济特权 甚至对他们的违法乱纪问题 持宽幼 甚至纵容的态度 宋太祖赵皇印 为什么如此姑息偏袒边将呢 主要是两点 第一 叫笼落边将 忠心报国 这些边关将领 都是一些有本质的人 但是同时又是经常违法乱纪的人 赵皇印要用他们 就得容忍他们的一些毛病缺点 甚至于违法 每一次这些人到京城来 赵皇印都要 盛情设宴 热情招待 众赏众奖 对他们是极尽爱厚和保护之职能 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 这叫什么来 这叫择其大行 宽容细紧 什么叫大行 就是大的作为 大的责任 做一个边关将领 最大的责任是什么 保卫国家 不受侵犯 这叫择其大行 什么叫宽容细紧 要宽容的是他们的缺点 爱财的 贪色的 爱杀人的 还有过去对自己不好的 统统不计较 只要你们能够守住边关 你想想 这些将领有多少人呢 我们前面讲过 一共十四个 这十四个将领 赵皇印 是精心挑选 对这些人非常有待 所以这些人 对赵皇印 非常感激 所以这才叫 笼练 边将 让他们忠心报国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叫复制以财 增强实力 你想想给他们那么多好处 这些边关将领很有钱 他们的钱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 第一 拨款 中央财政的拨款 第二 财税 就地方财政给税收 第三 赏赐 第四 边贸 边境贸易 这四条 如果我们规规律 拨款给赏赐 可以花为一大类 拨款也好 赏赐也好 这个钱从哪来 从中央来的 中央有拨款 有赏赐 那么从地方来的 地方来的有财税 有边贸 所以这些将领 很有钱 那么有钱 这些将领干点什么 四件事 你像李汉超 三千军队能够挡住 齐单 十七年 那么这些人 凭什么用少量兵力 因为赵宏业要集中 主要兵力去灭 南方的割据政权 北方的十四支军队 军队数量都很少 但是给他们很多特权 给他们钱 这些人拿到钱以后干什么 办了四件事 第一 培植幕僚 幕僚这是自己的左右手 培植自己私人的势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他私人势力很强 第二 招募死士 用钱 用重金去招募那些 不怕死的人 这叫招募死士 第三 叫扩充军备 李汉超三千人马 怎么地也挡不住齐单 他自己还要招兵买马 那么这军饷从哪来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四点 拨款 赏赐 财税 编冒 所以 他需要招兵买马 扩充军备 第四 收买间谍 收买间谍 用少量的军队 抵御一个强大的外族入侵 怎么办 最重要的 你要有准确的情报 怎么获得准确的情报 买间谍啊 因为几乎所有的间谍 都是用钱买来的 很多人出卖情报的目的 就是为了换取钱 所以这十四只将领都知道拿钱去买情报 买来情报 他对敌情掌握得了如指掌 所以他能够用少量军队敌掌着强大的 这个外族的入侵 就是因为他情报掌握得非常准 当然 赵黄英这些做法 是他在在位的十七年中间 边关一直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当然他这些政策也有些负面影响 你说军队主要是打仗的 去搞贸易 搞经商 时间长了 那必然涣散军队的斗志 军队就是打仗的 军队不能够再经商 所以到了赵黄英以后 北宋军队的战斗力的降低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军队给商贸 给经济结合得太紧了 当然那是后话了 其实后人应当有所调整 当然这个不能够全怪赵黄英 赵黄英那个时代 他这样做 毕竟是保证了他统一大业的完成 我们这几集介绍赵黄英的一生的时候 赵黄英的为人的时候 还有一个是故事 我们需要讲一下 叫千里送经娘 赵黄英千里送经娘 这个也被写到画本小说里边去了 那么这个被广泛传唱的故事 是真的吗 请听下集 千里送经娘 谢谢大家 赵黄英再会17年 在他身上不但有黄桃加深 兵不血刃的帝王传奇 更为传奇的是 在民间广为流传的 还有他英雄救美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曾经以画本 戏曲 影视剧等各种文艺形式 被不断地演绎 家喻不祥 它就是著名的千里送经娘 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 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送时第一部 宋太祖第39集 千里送经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